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CVC可能会在IPO市场波动时采取保护措施 罢工的UAW工人正在输给通账 这套骷髅睡衣可以当作万圣节服装使用 而且只需19美元直到午夜 印度JSW钢铁公司在第二季度因成本降低而实现盈利 随着国债收益率飙升 期货微跌 重点关注盈利情况 请大家收看 CVC可能会在IPO市场波动时采取保护措施 路透观点 欧洲私募股权公司CVC Capital Partners 正准备进行一项市值超过100亿欧元 12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IPO 考虑到市场的不安和最近IPO的表现不佳 这一举动显得有些奇怪 然而CVC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获得一种基于股份的并购货币 并吸引能够承受上市后股价下跌的长期投资者 如主权财富基金 此外如果CVC的高管选择在IPO期间不套现 这可能为股票提供稳定性 尽管市场条件严峻 但CVC独特的情况可能有助于避免今年其他表现不佳的IPO的命运 罢工的UAW工人正在输给通胀 彭博社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罢工凸显了工资停滞和生活成本上升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 目前福特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的新雇佣全职生产员工每小时大约赚取18美元 四年后上涨到约32美元 然而经过通胀调整后 这些工资低于之前几十年的水平 虽然UAW工人享受福利和奖金 但其中一些额外支付未能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 例如福特的利润分享支付在通胀调整后的平均水平 低于十年前 此外 UAW协商的最高基本工资 未能跟上私营部门工人工资总体增长的步伐 后者自1987年以来增长了超过220% 因此 UAW成员强调需要提高工资以跟上通胀 他们补充说 他们的工资没有随着食品 汽油和住房等必需品价格的上涨而增加 这套骷髅睡衣可以当作万圣节服装使用 而且只需19美元 直到午夜 Yahoo 亚马逊正在以高达36%的折扣 现实销售 Follow Me万圣节睡衣和服装 其中一款特色商品是发光骷髅睡衣 仅售19美元 限制午夜 这款睡衣采用100%棉质真织面料制成 有适合全家人的尺码 顾客赞扬了这款睡衣的多功能性 称其既可作为服装又可作为睡衣穿着 发光特性也受到了购物者的好评 印度JSW钢铁公司在第二季度因成本降低而实现盈利 路透社 印度最大的钢铁制造商JSW Steel 在第二季度报告了合并净利润276亿卢比 3.3215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亏损84.8亿卢比 该公司将这一扭亏为盈归因于较低的投入成本 随着国债收益率飙升 期货微跌 重点关注盈利情况 路透社 周五 美国期货下跌 因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发表鹰派言论后 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飙升 鲍威尔对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 以及进一步借贷条件以控制通胀的可能性的评论 使得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首次自2007年以来达到5% 科技股重组指数 纳斯达克收盘下跌1% 而华尔街主要指数将迎来三周以来的首次周度下跌 投资者现在将把注意力转向美国运通 康伟银行和斯伦贝谢等公司的季度盈利报告 香港二手房价格降至6年低点 彭博社 香港的住宅楼市持续低迷 二手房价格降至2017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截至10月15日的一周内 二手房价格下跌了1.2% 与上周相比 由于利率上升和经济疲软 该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受到了影响 二手房价格自2021年高峰以来 已下跌了18% 新建住宅也难以找到买家 第三季度空置物业数量创下记录 然而 有望有一些缓解的迹象 因为行政长官李家超 预计将在10月25日的年度施政报告中 宣布削减房地产印花税 五位投资者对于在5%世界中的投资 华尔街日报 投资者对美国政府债券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因为他们提供了自2007年以来最高的收益率 美联储正以40年来最快的速度提高利率 投资者现在将目光转向债券 以对冲股市的波动性 目前市场上的这一时期被视为回归基本投资 远离投机性过度 尽管对美国联邦赤字存在担忧 但投资者被敦促考虑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 在人口增长和生产力方面的前景 投资者在当前市场中考虑了一系列策略 马里奥 加贝利认为美国联邦赤字将拖累股市 但总体上他预计未来30年 美国股市将有8%至9%的回报 史蒂夫·艾斯曼第一次购买债券 并投资于旧经济股票 阿斯瓦斯·达默达兰表示 并非所有科技股都一样 投资者需要考虑他们将更高成本 转嫁给客户的能力 塞拉·马利克建议投资者保留一些现金 但不要抛售股票 因为股票市场的表现优于现金 最后 迈克·吉特林建议投资者延长到更长期的债券 因为随着收益率下降 他们很可能会上涨 这个牛市感觉如此奇怪的原因是有其原因的 华尔街日报 当前牛市的结构与典型的新牛市模式不符 这样一些人担心它可能无法持续 在牛市的第一年 股票通常会连续多年上涨 由银行和小公司带领 盈利预期也会上升 然而 这一次大量股票下跌 银行表现不佳 盈利预期也下降 最大股票的收益集中是这个牛市的另一个特点 通常发生在牛市结束时 而不是开始时 俄罗斯电子商务公司 OZEN通知纳斯达克 有意摘牌 路透社 俄罗斯电子商务公司 OZEN宣布 其打算从纳斯达克 摘牌其美国存托凭证 此举是在俄罗斯今年早些时候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后 OZEN的证券在纳斯达克上停止交易之后采取的 OZEN在2020年的首次公开募股中筹集了近10亿美元 并于今年7月开始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上市交易 该公司计划在10月30日前申请自愿摘牌 摘牌对其业务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如果石墨短缺 韩国将寻求替代石墨来源 彭博社 韩国贸易部长安德根表示 如果中国加强出口管制导致石墨严重短缺 韩国将寻求替代石墨的来源 中国最近加强了对石墨的出口管制 理由是国家安全和利益 石墨是生产电动汽车电池阳级的关键材料 中国占据了约60%的天然产能和90%的合成品种 安德根表示 韩国将密切监测形势 并表示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繁荣框架 可能有助于缓解潜在的石墨短缺问题 未来的电动汽车制造合作伙伴将工厂和其他资产出售 彭博社 中国汽车制造商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正在出售价值约6.15亿美元的汽车工厂和其他资产 该公司为未来汽车生产电动汽车 这些资产包括两个生产未来电动汽车的制造工厂 安徽江淮表示 此次出售将有助于改善其资产结构 不会影响运营 未来表示 他们已经了解到这一情况 但不认为它会影响生产 未来一直在考虑从投资者那里筹集30亿美元 因为人们对其财务状况表示担忧 该公司在第二季度报告中亏损9.5亿美元 超出预期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近期的一些新的要点 首先 我们来说说欧洲私募股权公司CVC Capital Partners的准备 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的事情 虽然市场目前不太稳定 但CVC的目标是 确保获得一种基于股份的并购货币 并吸引长期投资者 这个举动可能会为CVC避免其他IPO的命运 毕竟CVC的情况有些独特 接着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罢工问题 罢工凸显了工资停滞和生活成本上升之间的差距 虽然工人们享受了福利和奖金 但一些额外支付未能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 他们强调需要提高工资以跟上通胀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工人们的权益能够得到合理的保障 接下来是一则轻松有趣的新闻 亚马逊正在以高达36%的折扣 现实销售Follow Me万圣节睡衣和服装 其中一款特色商品是发光骷髅睡衣 仅售19美元 这款睡衣的多功能性备受赞赏 不仅可以当作服装 还可以当作睡衣穿着 发光特性也受到购物者的好评 然后是印度JSW钢铁公司在第二季度实现盈利的消息 这主要归因于成本的降低 这是一个好消息 也说明成本控制对企业盈利至关重要 接着是美国期货下跌的消息 因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发表鹰派言论后 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飙升 这个消息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投资者将目光转向美国运通 康美银行和斯文贝谢等公司的季度盈利报告 香港的二手房价格向至六年低点 由于利率上升和经济疲软 该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受到了影响 不过有望有一些缓解的迹象 因为行政长官李家超预计将在 10月25日的年度施政报告中 宣布削减房地产印花税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提到了 投资者对美国政府债券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美联储正以40年来最快的速度提高利率 投资者现在将目光转向债券 以对冲股市的波动性 虽然对美国联邦赤字存在担忧 但投资者被敦促考虑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 在人口增长和生产力方面的前景 最后我们提到了俄罗斯电子商务公司 欧森打算摘牌纳斯达克的事情 这是在俄罗斯今年早些时候 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后采取的 欧森计划在10月30日前申请自愿摘牌 不会对其业务产生影响 以上就是近期的一些重要新闻要点 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您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